是什麼空中服務好到誇張 只見這位新加坡航空的空姐戴上手套 用湯匙把食物送到男孩傑特的嘴邊 還一口一口喂她用餐 這段月初拍攝的13秒影片 PO上IG之後超過62萬人點贊 只是有些網友反應卻激烈地 讓當事人傻眼 原來網友認為傑特都五歲了 好手好腳為何不能自己用餐 質疑家長逼迫空姐來寵壞孩子 不過家長就澄清是傑特自己挑食 空姐主動幫忙喂傑特 也有網友換家說 空姐就是怕小朋友自己吃的到處都是 新航的發言人也說 本來就會特別服務老弱婦孺 其實新航今年才剛奪回有航空界 奧斯卡之聲的Skytrax年度最佳航空公司 從小細節就能看出他們的代客之道 TV前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